那另外呢 再跟您请教一题 这也是听众朋友们的留言 他现在是婚姻绿卡的一个面谈 自己本身呢 是被申请人 那结果呢 他紧张得要命 准备了好久 去面谈的时候呢 他发现这个移民官 只问他三个问题 然后一下子就把他放出来了 另外他问一下他先生说 哎怎么样 你那边问的如何呢 他先生那边也说 哎就问了一点点 就问了几个问题而已 就叫他们回家等通知了 他现在傻眼啦 我准备了这么久 只问这么一点点问题 那这样子对吗 这啥情况啊 还要等多久才能够 看得到进度呢 我是每天上网查 就可以知道 最新情况是怎么样呢 还是有其他的通知方法 这可被也请我们的 格兰律师事务所 杨经理Cindy来做一下解答 被问的很少 这样子他也在紧张 他应该实际要问多少 才是对的呢 是 其实啊 在面谈的时候 大部分的情况 在面谈结束以后啊 人民官都会跟当事人讲的 说哎你这个没有问题 恭喜你通过了绿塔 很快会进到你家里 会跟你讲啊 或者有时候会说 你回家等着 我们还要进一步来审核 你的档案 也会跟你说啊 比较少有情况是 就是什么都没讲 就说你回家也不说过 也不说没过啊 也没有说要再审核资料 这个情况呢 比较少 也不是没有 有时候也会有 那当然了 这个呢 除非你当时是有律师去 因为有一个人 比较有经验的人 在现场啊 比较了解当时的情况 才能做一个 比较准确的判断 那我们不在现场 只是也不能够 准确的判断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这种情况 它怎么办呢 首先 自查 什么叫自查呢 因为刚才就有朋友 他说 他是婚姻绿塔面谈嘛 你先去查一下你的婚姻 有没有问题 就是你们是不是 最近住在一起 然后呢 你们对彼此互相家庭啊 个人的情况 是不是很了解 面谈了 问一下自己的一些问题 你们的答案 都问了什么 自己怎么回答的 两个人回答 有没有出入啊 自查一下 看看这里有没有问题 或者说 你再自查一下说 是不是以前有一些信息 比如说 曾经办公厅部 有一个绿卡号码没填啊 或者有人曾经 不管是受益人 还是申请人 曾经有过一些 不良的记录啊 是不是脚子里没有填 或者甚至是 牵扯到什么案子 正在被调查啊 就是你先 先做一些自己审核 看看双方 有没有任何地方 会影响到你这个 拿绿卡 申请绿卡的这个资格 先做这件事情啊 那你都做了以后 你就自己心里有数 那之后呢 你怎么办呢 你可以呢 就是随时的登陆移民局的官网 把你这个案件 不是有个受理通知面 谈通知 马上能登案件号码 把那案件号码输进去 随时上网看 有的时候网上会更新的 有时候你可能 面谈以后过了两三天 突然间 就是在网上查到说 这个绿卡寄出来了 那就讲什么 有任何问题 所以你可以 反正是有空就上去看一下 输入中间号码 看看你这个进度 处理到哪一步了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个网上是不更新的 可能呢 移民局要你补职了 寄个通知到你家里 或者寄到你 跟你育件的律师那里 那网上都没有更新的 网上显示的 就还是约你去面谈 甚至是更早的一个 什么受到你的通知 受到你的这份申请 周知号码多少 就是有时候网上 真的没有那么及时的更新 所以呢就是你都自己 随时查 他网上没有更新 那有没有什么结果 如果说你等了六十天 都等了六十天啊 就是网上没有任何更新 你也没有收到 任何东西的时候啊 任何信件通知 移民局都没有发给你 你没收到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还是在移民局官网上 就是做一个查询 硬块 就填上你的按键号码 名字啊什么的 我什么时候一直面谈啊 现在没有 没有任何的消息 希望查一下setter 所以这个是 你可以做的事情 最后就重述一下 就是我们有时候 去面谈的时候啊 会发现很多 你意气不到的事情 就像这些朋友 说我准备了那么多 哎怎么就问了 两三句 就让我回家了 然后如果是 跟他刚刚描述的 两个人可能是分开问的 是是是 这些情况呢 其实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可以避免 就是聘请 一个有经验的律师 跟你去面谈 那么不管是分开问 还是在一起问 就是这个律师呢 他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他经验也能判断 你的案子到底是有问题啊 还是没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就是 当局者民 这个旁观有亲啊 因为他在旁边 又是一个专业人士 所以可能更准确的能判断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哎好的 感谢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 洋经理Sindy来做解答 刚才我们的会计师讲到说 哎呀我们加州的这个税金付款的网站 现在都已经有中文翻译了 好贴心哦 那您刚讲到的这个 我们去查询 我们绿卡情况的这个网站 是不是也有中文翻译啦 Cindy 你可不跟我们讲一下 很抱歉呢 现在还没有中文的这个网页 可以让你做查询的 哎呀呀 以后可以有了 是 有更多的需求吗 哎 希望我们的移民局要加油好吗 谢谢 再次谢谢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 杨经理Sindy谢谢您 好不客气 拜拜下次见